Hello,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木香氣 大二世間上最貴重的木香氣, 你知不知道有哪兩種呢? 檸檬, 檸檬是果香 最貴重的兩種木香氣, 就是奧特紫香木, 和塞尼活檀香木 這兩種木都是來自印度, 而檀香木後來是由於絲綴之路的原故傳來中國 中國很多人都用這種木香料 但大家知不知道他們怎樣製造香料的香味呢? 其實他們製造香味的方法就是因為他們的樹都會受傷 受傷後, 他們會分別一些樹脂 樹脂, 即是人身上的脂肪, 不是一枝枝的樹脂 這些樹脂是有香氣的, 一般人會刮取這些香氣, 而造成香料 但由於這些印度的樹, 他們的成長是很滿滿的, 而且越來越少這些的檸木, 越來越少這些的神木 所以這些香料是非常貴重的, 你知不知道一兩的香料是值多少錢呢? 一兩的香料就等於一兩的黃金這麼昂貴 但大家知不知道這些香料通常會有什麼時候用呢? 想不到快點了 大家都看見我做得這麼辛苦都知道通常我們做運動、 或者瑜伽、 或者是meditation 的時候 就會用這些香料 我們通常用香料或者點蠟燭 或者噴在身上 因為他們有為這個吸引舒緩的作用 令他們安心、安靜、安靡、安息這樣的作用 阿们 还有很多人 当然是用宗教 和祈祷手 用的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做完运动最好 喝点酒 会舒服 这个是沉香 和这个是檀香 它们是很矜贵 大家知不知道市面上 虽然有这些是沉香 或者檀香的香水 或者蠟燭 但它们大部份 都只剩下 那些成分 实际上是很少 是沉香的成分 它们大部份 都会混合沙草 或者广芳香 和香草 香草 这些香料 混合一起 成为类似 这些是沉香草 这些香草 因为它们实际太矜贵 所以不可能 整支沉香草里面 用这么多的香料 大家也可以去 like我的IG 再见